今日娛樂看點,藝妮鄧倫超賤楊子蔡少芬張藥魂千載劉浩然。 大家好,我是圈圈,每天都會和大家見面。 我會一直為你帶來及時娛樂資訊,歡迎我。 我們一起快樂吃瓜,吃瓜不順瓜快樂你我他,藝妮。 藝妮最近的確拿下了某電影資源,這份資源可謂是近期所有女藝人爭奪的對象, 只應該資源直接象徵著地位和可獲得的最高頭銜。 可對於這份資源,藝妮拿到手之後反而很緊張, 畢竟這世上本就沒有那麼絕對的話,倘若藝人無法將角色飾演好, 好資源也會成為藝人發展道路上的半腳石, 所以藝妮必須迫自己發揮出不一般的能力, 這樣既不會貼上的標籤,也能實現全身的進階目標, 所以努力吧,大家都拭目以待。 楊子,楊子其實很想更換自己的造型團隊, 因為他也很清楚自己每次出席活動時的造型都大同小異, 網友都產生了審美疲勞,更何況是他呢? 所以更換造型團隊這件事必須落實到位。 只是他要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, 他外形塑造的限度較少,倘若這點能有所改變, 改造型就容易許多了。 蔡兆芬,你好星期六網傳視指定了一位主持人就是何炳, 蔡兆芬屬於常駐嘉賓。 因為沒有主持人證,所以只能當嘉賓。 雖然蔡兆芬普通話不好,但其實這也是他身上的一大亮點, 加上蔡兆芬相比很多女星來說,台前更放得開, 所以這樣互動效果也會更好了。 至於謝娜娜邊,他現在跟另一個台走得很近了。 張若雲,張若雲說中刊都行招商沒有預想的好, 到現在還是沒招滿,對嘉已經在唱衰他的光劇能力, 吐槽這麽大的,他連投資都拉不來。 大家看了嗎,這部劇怎麽樣。 鄧倫,索菲亞品牌見面會出席藝人,鄧倫時間, 12月19日地點,廣州。 鄧倫目前工作還是可以的,結束了新劇拍攝, 現在正在看其他劇本和中藝節目。 二陽千璽,二陽千璽缺席新一季的中藝節目是因為 最近太忘了,並不是關係不好。 二陽千璽現在是要專心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, 他現在算是00後在電影發展名列前茅的一位。 至於跨年能不能組合合體,其實態率是不太大的, 不過也可以期待一下,現在正在爭取。 劉浩然。電影四海發布新預告了, 開場方式是沈騰和劉浩然的父子檔, 目前電影已經定當大年初一,現在也是正式宣布進入宣傳其了, 接下來沈騰和劉浩然的父子互動會很多,劉浩然現在是和麗霸那邊互著了。 劉浩然這兩天也成了國民女婿,不知道你們看沒看過那些截圖, 不得不說全民樂母的眼光真的是很高。 超戰。新戲最近有個微電影微電影, 現在是跨年的活動在邀請他, 因為還有話劇要忙,行程是挺滿的, 王牌部隊已經在排播了, 肉骨謠的話還有一段時間。 好啦你的喜歡是我前進的動力。 免責聲明,文章內容以及圖片來自網絡, 如有侵權,請聯繫刪除。 今天討論話題,你想了解誰的最新消息呢? 積極評論我下一次分享我。 有話要說,九五後脾氣暴躁小仙女, 友善的粉絲評論基本上都會回復。 粉絲的合理意見會聽取,粉絲大多數私信也會回復。 我不迷路,每天都會更新。